對照陳柏惟在十年前肇事後 現在他完全沒有這個逃避 認罪負責 那對照朱立倫來 寬哥 朱立倫是完全不認錯 而且他說他數據都是是真實的 這兩相對照 民眾會如何看待 朱立倫引用了錯誤的一個數次 人家跟他說做了糾正 他說沒有 我的數字是正確的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呢 等一下我們一個一個來說 第一個先來談趙陶 趙陶當然不對 可是我們過去我們的先祖先賢 怎麼告訴我們呢 我們台灣人的心胸是非常寬大的 我們過去曾經說過 祖先怎麼跟我們說 說新鮮打鼓優勢醜 腳步打差誰人沒有 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 他過去做錯的事情 他也為這件事情付出了代價 可是各位 最近3Q這些事情居然在全國引發了很大的辯論 等一下我來跟各位說辯論發生在哪裡 而產生了什麼樣的一個聯誼 很多人都想說國民黨用了這麼大的力氣 國民黨萬一這次罷不過 這次火反作用力回來 那個火燒回來會發生什麼事 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後面再來說 第一個陳柏惟他剛新任的一個立委 陳柏惟上任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如果把台灣所有的立委全部都把它攤開來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很多的立委是什麼呢 很多的立委其實他是財團的守門人 很多的立委他是沙石業 他是土地變更 他是農田水利會 他可能是那種道路 利清協會 天然氣裝填協會等等他們的守門員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陳柏惟他是新任的立委 這些事情他也不太懂 他也不會 可是我們可以確認一件事情 是台灣很多地方家族 他們其實當立委為的是什麼 當立委就是為了後面這個龐大的利益 所以當陳柏惟兩年前出來選舉的過程當中 他豎起了他那根旗幟的 後面很多人認為 對啊 我們台中 為什麼我們的大烏龍 殺戮 霧峰地區 我們要長期被這些所謂的地方派系所派死 所以那個時候出現了一個新的一個力量 所以過去長期在台中 嚴家的力量被推翻過來了 台灣有些事情都是民主的 台灣也進入了科學的一個世代 網路的世代很有趣 多有趣呢 我們如果去查朱立倫 很好笑喔 朱立倫怎麼會跟美國的中情局CIA有關係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 我們如果去查台中嚴家 更有趣了 台中嚴家一查出來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蕭波塊有關係 所以大家在聯想來聯想去 聯想來聯想去 有太多太多個聯想 但是但是朱立倫這是為了要立威立威當中出事了 為什麼呢 先來說這一場3Q 現在大家都說要3Q對不對 3Q是台中的一個選區的事情 居然在這一兩天成為了全民辯論 而且這個全民辯論都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辯論 都是幾百人對幾百人的辯論 引發話題了 對已經引發話題了 所以我認為這場戲現在是越來越好看了 第一個政治上 政治上就很簡單嘛 為什麼有人在這個地方他是挺中的 有人在這個地方是反中的 可是反中最近真的是讓人看不下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剛好中共也為了台灣的問題 為了國際的問題 飛機已經來到了幾天的時間 來到了一百多台 可是各位國民黨有說話嗎 一句話都沒坑 然後甚至於一些國民黨特定的一個黨藝 特定的一個名嘴 那個講那個話 聽到你都覺得噁心 你都不知道該要怎麼辦 觀港上的一個部分的話 是小黨對整個最大反對黨 什麼叫小黨 陳柏惟是台灣的激進黨當中唯一的一個立委 各位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所以陳柏惟他要身兼 第一個地方的立委 全國的代表人物 我跟他認識很久 他非常的忙 過去一個禮拜兩天 在臺北內湖同時錄影 我都可以聞到他身上那種從機車 那種過來的那種廢棄的味道 因為他沿路就是跑行程 跑完了之後晚上回家睡覺 可是各位 現在最大反對黨 你要他要兵有兵 要將有將 要側翼有側翼 要傳播有傳播 要旗子有旗子 要錢有錢 現在就是觀感上小黨對整個最大黨 雙方非常的懸殊 差太多了 先跟各位說差太多了 昨天讓我發現真正最大的一個辯論點 居然出現在這個地方了 這個地方我一定要講 這不說很辛苦 他沒有這個進行表態 當他當黨主席之後 不得了了 親自跑到台中去 去街頭巷尾 要大家罷免全國維 為什麼差這麼多 那有原因在哪裡 很多人懷疑啊 他是不是要跟中國跟習近平表態啊